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 五千多年来以汉民族为中心 又在这片土地上与各民族兼容并蓄 终于未成傲视一方的璀璨文明 当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中华文化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也在欧美开启汉学的研究热潮 而在邻近的日本 韩国及越南 除了正经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之外 日本更是早在隋唐时期 就开始施法研究中国 汉学在欧洲 美国及东亚 早已是大师辈出 成果丰硕 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宇文索安 以及日本东洋文库文库长斯珀易信教授 从中研院副院长黄欣欣手中接过奖章 表彰他们在汉学领域上的卓越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室谈文库华 渖童